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推广当中呢 我们可以在临床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呢 我们知道我们临床现在来说 在2012年 我们在这个World Glacoma Association 西界清光炎大会上 我们就有一个公式会议 在这个公式会议当中 我们就讨论有两个主要的参数 我们要注意去来诊断清光炎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叫Retinoid Fibular 也就是西神经纤维层 另外一个参数就是Nuretinumine 就是神经的四盆源 我们在清光炎的当中 我们的西神纤维层会变薄 我们的盆源会变窄 我们两个参数为什么要一起去检测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四神经病变 它都会出现四神经结石膀退化的情况 无论是清光炎也好 非清光炎的四神经病变也好 它都会出现四神经结石膀退化 它都会出现四神经纤维层变薄的情况 盆源变窄我们就知道是一个比较 突得性的一个改变在清光炎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两个参数 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知道盆源变窄是一个比较 突得性强的一个参数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去做 这个四神经纤维层的检测 因为四神经纤维层变薄 是一个比较早期出现的一个病变的情况 它是比较一个敏感的一个参数 所以呢 我们要通过这两个参数 我们才可以有效的去诊断清光炎 在过去十年 二十年之前 我们也多很多时候会讨论 用这个杯盘比 我们知道清光炎四倍会变大 所以我们就会用杯盘比来做一个 整顿千光炎的一个指标 但是我们知道越来越清楚 这个杯盘比不一定太准确 我们这个丝盘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丝背也相对会比较大 有很多时候在清光炎的好早 比较早期的时候呢 它的杯盘比也不一定会变大 所以如果我们单单去用杯盘比 来做一个评估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都会不扣准确的去诊断清光炎 在上星期五我们要讨论过 西野的这个用来去诊断清光炎 它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知道诊断清光炎 我们不需要通过西野检查 来做诊断 因为上次我们也讲过 有视野的情况有缺选 不一定代表清光炎 因为玩般兵变 它也可以有这个视野缺选 所以我们诊断清光炎 无可能单单的靠西野 来做一个诊断的标准 我们也知道就算这个视野是精强 也不代表它没有清光炎 在早期的清光炎的发展 那阶段当中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可能 在视野当中可以撤得到有变化 但是呢 它有很多时候会有很明显的 吸尘线位置变薄 盘源变载 所以呢 我们诊断清光炎的标准 就取决于我们怎么样看 它的视野纤维层的变化 盘源的大小的变化 盘源 随了我们去看它有没有变载之外 我们还需要临床看它的颜色 因为呢 我们知道盘源 苍白是一个代表 它是属于非清光炎性的 这个细神经病变 比方说可以发炎性的 清光炎病变 可以是一个 遗权性的 细神经病变 它不一定是属于清光炎的 所以呢 我们去整顿清光炎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很清楚 有一个临床的检测 看清楚它盘源的大小 有没有变薄 有没有变载 我们也要看清楚它的颜色 有没有昌白 我们怎么样去量化 这个视野纤维层 跟盘源的大小呢 如果我们单单用我们的眼睛看 很多时候都可能不太准确 我们现在最常用 最标准的方案 就是用这个OCT来做这个评估 那如果我们用OCT来做评估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的 我们叫重复性 都比我们就是这个用眼睛看的 会更准确 所以呢 OCT现在就成为我们比较客观 比较我们比较准确的 一个检测的方案 这个是相信起我们的一些的 简单的总结 我还想就是跟大家讲两句 关于怎么样去分析OCT图片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 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不太理解 怎么样去看有没有 细子镜的病面 在这个OCT的评估当中呢 上星期我们也说到 我们做OCT检查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虚头旁边的这个四十字纤维层 为什么我们看四十字纤维层 会看虚头旁边的位置呢 就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在四网卧像 所有的解释包 它都会伸出这个足处 这个足处就是构成四神经的 这个基本的元素 在这些足处就是这些构成 四十字纤维层的一个很主要的成分 在四十字纤维层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解释包 生出这个足处 大家都会去通过四十字纤维层 所以四十字纤维层是最厚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这个往半区 其实往半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四十字纤维层 但是主要我们用OCT来做测量的时候呢 我们会车这个GCIPL 就是叫GENGENCEL INNER PLEXFORM GCIPL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有四十字纤维层胞的细胞体 这个是GC的意思 GENGENCEL就是细胞体 还有IPL INNER PLEXFORM LAYER 就是这一层的四纹维层 就有这个数基状 就是四神经四包的数字状的这个结构 在这个IPL上 我们去看在往半区这个GCIPL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往半区这个解释包层会比较多 所以呢我们看这个GCIPL 通常会看这个往半区的位置 看四神腔位层 逐吐就会看四语头旁边附近的位置 在这个OCT的频道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我们要看清楚它的Signal Strength 就是它的我们OCT都有不同的质量 Signal Strength 就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这个OCT的质量 是不是足够 如果它的Signal Strength是小的时候 它的信号是比较小的时候 比较弱的时候呢 这个评估也不会准确 这个因为这个Signal Strength越强的时候 它的四神腔位层 车出来的通常会车的比较厚 它的Signal Strength是弱的时候呢 它的四神腔位层 它的信号不够 它就变成车的时候变薄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基本来说 需要一个Signal Strength是6以上的 我们才会做一个评估 在评估当中 我们看两个图 我们看这个厚度图 跟这个偏差图 我们看的就是要看 它有没有这个相应对角的地方 在这个右眼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Infro Temporal 就是下面的四神腔位层 它的是比较白 在这个厚度图当中 红式的是比较厚 蓝式的是比较薄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厚度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四神腔位层 是薄 在这个偏差图 偏差图就可以显示出 它比经常数据符里面的这个数据 当它的四神腔位层的这个厚度 是小于经常数据符的厚度的时候 它都会呈现红式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厚度图 偏差图就有相对应的地方了 在这个GCIPL的图也是一样的 可以这样看 我们看到右眼左眼 在这个利己当中 它都在这个厚度图 有这个上面有变薄的情况 在这个偏差图也有相对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眼睛当中 右眼左眼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变化 在这个视频纤维层 跟这个GCIPL的变薄当中 你可以看到左眼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视频纤维层是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GCIPL就出现问题 这个呢要注意 为什么我们要看轻光眼的时候 我们不要单单看这个视频纤维层 因为我们单单看视频纤维层旁边的 这个扫描 不看黄斑的扫描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漏掉检查一些轻光眼 在轻光眼的好 比较早期的时候呢 当它的确旋是比较窄的时候呢 它靠近视频纤维层的地方 很多时候都是很难呈现出的问题 你要看到这个王半区的时候呢 它才可能比较明显 这个是因为跟这个视频纤维层 视频纤维层 它的结构是有关系 视频纤维层 缺旋 它的形态都是三角形的 意思就是说 它比较接近视频纤维层的时候 它都会是它三角形的 它的间断的位置 所以呢 它很多时候 可能特别是 Local的变化 特别是小变化的时候 它的变化就比较难看 但是你去王半区 它就会矿减起来 它的缺水的地方 所以呢 在王半区 就可能比较容易看到 这个视频纤维层变化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的总结 在上一次我们讨论当中 今天一次 我们就讨论一个 可能比较困难的问题了 我们怎么样去监测新光源 为什么这个比较困难呢 因为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很多 很标准的方案 没有很多很标准的公识 我们其实就很难 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这个呢 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参考 这个是我处理 我的青光源变化当中 我都会用这个标准 来做帮我去判断 有没有青光源变化 的一些的方案 我们监测青光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这个结构的评估 也要做功能的评估 在诊断青光源当中 我们主要是靠结构的评估 但是我们监控青光源 我们一定也需要功能的评估 功能的评估 就是做视野的检查 结构的评估就是我们会用OCT 来测这个时间纤维层跟这个GCA代表 用OCT 我们需要多久 需要做一些检测 其实呢 也是不同的病人 在不同的情况 我们可能去监测的技术 也有一些不一样 通常来说 我们会每十个月 来做一个检测 每十个月 我们都会做OCT 结构的评估 再做这个视野功能的评估 有高风险的病人 我们会可能做得比较密一点 比方说 它燃压比较高 比方说 它的青光源 之前的推坏比较坏 比方说 它的青光源比较晚期 这一些的情况 我们都会做得比较平凡一点 比方说 有时候需要一个月两个月 我们都需要做一些很准确的监控的 如果在一些比较缓定的病人 一些的没有太大的变化的病人 我们就可以比较做检查的时候 就做的比较 可能不是需要四个月了 可能半年 一年 也可以 所以呢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评估 别人 有没有再变坏的一些风险 越多这些变坏的风险 我们就会做得比较紧密一点 那么我们去怎么样去分析 青光源的变化呢 刚才说 我们有结构的分析 我们有功能的分析 但是我们最重要 我们要记得的 我们是千万不可以单单靠我们的眼睛来做判断 我们需要用一些标准的统计的方法 透过在机器当中提供的可以支持这个新光源推化的分析的元件 这些元件通常来说要两种分析 第一种分析我们叫事件分析 Event Analysis 另外一个我们叫趋势分析 两个方案都是一个统计的方案 为什么我们需要统计的方案去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观的判断 我们用我们眼睛是不可靠 在元件当中在机器上比较成熟的平台 就是我们叫GPA 叫Guided Progression Analysis 在猜师的这个OCD上 在他的Visual Field的这个视野 视野的检查的仪器当中 都有这个GPA的元件可以提供分析的方法 我先讲讲什么是事件分析跟这个催息分析 事件分析呢 为什么需要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检测很多时候都有变异性 这些变异性可以是机器的变异性 也可以是从病人这个变异性来出来的 比方说我们做视野的时候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它的变异性会比较多 比较强 为什么病人可能昨天晚上睡得不好 他做视野的时候 就可能他的判断比较多变异了 他没有很只集中去做视野的时候 他的视野可能比较差 但是他如果比较职重 比较精神会做这个视野的时候呢 他的视野也会比较做得好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做得差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些实习变异性 那一些是一些增进的退化呢 我们就要透过一些比较准确的统计上的分析 基建的分析就是帮我们做的这个效果 原理就是说如果它的变化 就是我们在水房跟这个基线上的一个比较 如果它的变化是小于一个凝界点的时候 我们就说它没有这个退化 但是呢 如果它的变化是大于这个凝界点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定义回它有这个退化 那么这个凝界点是怎么样去定 其实我们就需要通过机器上提供的这个元件 帮我们去做一个分析 TRACE分析呢 就是我们会用我们有的数据来做一个 通常我们都会做一个叫先性回归的一个方案 先性回归就是一个可以给我们不单单看到它有没有变化 它也可以告诉我们变化的变化率是多少 比方说我们想知道这个系列是不是变化的快还是慢 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这个变化率来做一个评估 系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分析 在这个系列的这个这个是一个GPA的分析 在上半的分析 就是我们加一个TRACE的分析 这个病人他04年是做一个极限的一个第一次的检查 08年第二次 然后中间他有其他的检查 最后的一期检查在195年这个就12年的时间了 在12年的时间他有这个系列的这个VFI做一个TRACE的分析 VFI是什么这个叫Visual Field Index 就是这个叫系列指标 这个系列指标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这个系列这个数据 100分就是他系列是进场 0分就是他系列是全黑 所以透过这个VFI的这个趋势分析 在这个分析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变化率是2.9%每一年 就是他每一年是小2.9%的这个西野这个基数 那么呢另外的一个的资料这个分析当中可以显现出来的 就是这个他的变化率是不是这个统计项是重要的 这个slope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P这个基率的这个参数就是小于0.1% 所以呢就是一个统计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析来的 那意思就是说他是有变化的而且他的变化也是比较坏的 是2.9%每一年 这个是去系分析 那么呢在下面就是一个细间分析 细间分析是什么的分析呢 就是他是比较水防的视野跟基线上的视野有什么分别 他在这个分析会每一个点在这个检查当中 我们会检查52个点 他就每一点的水防都会跟基线做个比较 如果他的水防跟基线的不同是大于这个变异性的时候 他就会呈现一个空心的三角形 如果同一个危机上他连续要两次 他的变化都是大于这个变异性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一个就是一个半时新的三角形 如果在同一个危机上他连续三次 他的都有出现一个变化都是比较基线上的视野 是不一样是大于这个变异性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一个实性三角形 在这个视野的分析当中呢 是参考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型的这个临床的检测 这个是叫EMGT Early Manifest 在这个研究当中得出一个参考 来现在在这个菜市的这个视野上去应用的 推化恶化的定义在这个细节分析当中呢 就是如果他有三个半时新的三角形的时候 在这个视野图有三个 有三个半时新三角形出现的时候 他就叫这个Possible Progression 就是他叫可能有恶化 如果他出现三个实性三角形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是Likely Progression 意思就是说他很大机会是有推化的 他就有三个的评估 没有Progression 可能Progression 跟Likely Progression 就是没有推化 可能推化 跟很大机会是推化 所以呢我们是要根据这两个方案去判断 青光年的视野有没有恶化 好我们做一个判断 这个有一个问题 Question No.1 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看在这个视野当中 有没有推化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我们没有用这个 这个我们叫GPA来做分析 单单用我们的眼睛 大家可以看看 第一个跟第二个视野是在3月8月09年 第三个视野是10月 那么你的答案是多少呢 是你觉得有还是没有 这个青光年的恶化 可以现在做选择 好我们看看 我们看到了 有75%的人 你说是有 有两个说没有 这个就是我刚才 我大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很多时候我们临床 我们都是靠病人带给我们这些视野来看 我们就用我们的眼睛来做比较 但是呢 虽然来说 我们看到在09年10月 它的视野好像是有 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09年 这是19年 大家看清楚 这个是打错了 这是11年的变化 它有 09年3月8月到19年10月 这是一个变化 10年 10年 就是很大机会 都是应该要变化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 这个OCT的分析的时候呢 其实 我们看到 这个OCT的分析 是这样的 好 大家做一个 question number two 做一个判断 看看大家懂不懂 看这个GPA 告诉我 在这个视野当中 这个HGPA评估 有没有 清光源 恶化的进一句 好 我们看看得案 大家非常好 大家看到没有 对吗 非常好 大家呢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看这个 趋势分析的时候 我们看到 它的slope not significant 就是它的 probability 它的几率 根本像是统计上来说 是不重要的 是不重要的 它的这个rate也是很小 这个是 这个VFI 这个视野 几数 它没有 它大的改变 在这个 西件上分析当中 它也是看到 no progression detected 第一次就是说 它没有这个视野有变化 虽然来说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空性的三角形 看见吗 空性三角形 就代表 它确实是比这个基线 就是十一年前 是有改变的 它是 但是呢 它是主要是出现一次 视野是很多时候 有变异性的 它这一次 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黑点出来 它可能下一次就没有了 所以呢 因为它变来变去 我们就不可能 单单是根据两三个视野 做一个很主观的判断 我们一定需要 要通过这个GPA的分析 这个有统计项的分析 来做轻光炎恶化的评估 这个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临床决定 是基于病人有没有恶化 有时候可能病人 因为病人因为他做得不好 他睡得不好 也是差的 但是其实它不是轻光炎恶化 但是它是一个很 一个 而且如果你一来这个病医院 来做一个临床的决定 你视野变差 就拉他去动手术 要把炎压降低 那么这个病人就很无辜了 他做了一个他根本不需要的手术 所以我们看这个视野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要用统计的方法来做分析 在视野的分析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个 我们叫这个结构的分析 结构的分析呢 就是我们要用OCT 因为跟视野一样 如果我们单单用我们的眼睛来看 这个是一个眼底图 是08年 一个眼底图是一年年 一年年 在这个两年的比较当中呢 我相信大家很难去找出 有没有不一样 彭源是变载 在这个下方的位置 如果你小心的话 你也可能看到 他有一些人性腔味层变宝的情况 但是如果要你去比较08年到10年 有没有改变 我相信大部分就算是捐价 也很难去看出来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要用OCT来自我判断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呢 是一个偏差图 在08年 它的偏差图 我们看到是个吸神经腔味层 缺血的情况 在10年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键符号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有一个吸神经腔味层 缺血变大了 但是我们也不要靠眼睛来看 有没有 我们要通过 刚才说GPA 通过这个统计的分析 这个呢 就是一个OCT 吸神经腔味层的一个的GPA的分析 在这个分析当中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看到 从04年一直到09年 就看到开始有变化 在09年两年当中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红色的地方 就是它有改变的地方 有在编薄的情况 这个呢 我们不是一个DVMAP 不是一个偏差图 它是一个变化图 意思就是说 在OCT的仪器上 它都会每一点 就是在这个图上 每一点的吸神经腔味层 都会在水访跟基线做比较 如果这个不同 就是在吸神经腔味层的不同 在水访跟基线 是大于这个变异性的时候 第一次都会出现黄色 第二次在同个位置上 它都会出现红色 如果你看清楚一点 你可以看到 继续变薄的情况是出现的 因为它09年出现变薄的时候呢 之后一年 110年 到到最近的这个11年 你都可以看到 它这个变薄的情况 是越来越多 红色的地方是越来越多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有吸神经腔味层 继续的变薄 在这个厚度图 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出现南势 南势 因为它是一个厚度图 南势 就代表它薄了 如果你在比较 04年的这个厚度图 跟11年的吸神经腔味层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我指出来的位置 就是11年 都出现南势 这个还是黄字 所以呢 这个是右眼的分析 在统计上的分析 在这个变化图来看 就更容易 更准确去看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OCT的表达当中 我们的分析当中 我们随了可以看这个 这个我们叫变化图之外呢 通常来说 在这个时间线尾层的分析 它都会分析一些的 我们叫平均的数据 比方说平均的这个时间线尾层 下面的上面的时间线尾层 它都会有一些图 你可以看到 做一些分析 这些分析呢 也是属于一些事件上的分析 就是它会随访的这个参数 比照基线上的这个数据 如果它的不一样 是大于变异性 第一次就出现黄色 第二次出现红色 但是平均呢 我通常都会发现 没有这个局部的分析那么好 因为局部的分析 你可以看到它变化在什么地方 它的大小是多少 所以呢 就是它看这个图 可以给你有更多的资料 刚才刚刚开始也说过 我们不但要看这个 市线尾层附近的市线尾层变化 我们也要看黄磅 这个GCIPL的变化 在这个黄磅的分析当中呢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眼睛不单单 它的市线尾层 有继续变薄的情况 它的GCIPL也有继续变薄的情况 它也是个GPA的分析 你可以看到是guided progression analysis GCIPL 这个呢 是guided progression analysis 它是RNFL 就是市线尾层 我们刚才也说过 为什么我们不单单看RNFL 不单单看市线尾层 也要看这个是 节四报层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属于节四报的 不同的结构 市线尾层是 四神经节四报的足处 GCIPL 它是四神经节四报的 四报题 IPL是四神经节四报的书记状 所以呢 它就不同的层 结构 我们都可以用OCT项来做一个分析 帮我们去整顿 跟去水防 新光源的变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 要做西野 也要做OCT呢 西野要做 因为我们要知道病人 它的功能 它看东西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它西野的缺旋 才可以了解它功能像有什么的缺旋 但是我们也知道 西野是比较多编译性 而且呢 很多时候有很多病人 也不可能很可靠的 给我们一个很准确的数据来做分析 比方说病人 如果她的特别是年纪大的病人 她的眼睛不能够很稳定的 去直重在这个西野的集中点 去做西野 那么她的西野 很多时候她的眼睛 眼球 就是动来动去 她就会 做出来的成绩 就会不可靠了 所以呢 OCT就会给我们一个 比较 我们叫客观 也会比较一个重复性 比较高一点的一个检测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用OCT来做水访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例子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西神蔷卫层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 会比这个西野的变化为早 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 她有33个月的这个时间的差异 在这个病人的变化的过程当中 从04年到12年 你可以看到 她就有一些西人蔷卫层 继续变化为早的情况出现 在过33个月之后 她才有这个西野的缺选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早的时候 看到她有这个时间蔷卫层变化 而去加强这个掩压的空气 也许我们也可以避免 她在三个三月之后 有这个变差的情况呢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OCT来做检查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刚才说我们不单单要看 西野鱼头旁边的西神经贫层变化 也要看黄磅的GCI表变化 这个意思 这个意义在哪里 意义就是在我们也有时候看到 在黄磅的GCI表的变化 会比在这个西野鱼头旁边的 四年蔷卫层变化为早 在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 我们用GP分析 它的变化在GCI表向 积蓄的变化 是比这个四年蔷卫层 继续变薄 是早二十一个月 所以呢 我们可以 有些人会问 那么我们单单看黄磅就够了 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们也看到 有些病人 他会在这个四年蔷卫层变薄 会比这个GCI表变薄回线 这个例子就是说明 这个病人 在1010年 你已经有 已经看到这个 这个四年蔷卫层 有继续变薄的情况 但是呢 要再过 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它才出现 有这个GCI表的变薄 所以呢 结论 我们就是需要 同时间 做黄磅的GCI表的分析 和这个四语头 附近的 四年蔷卫层分析了 这个不是单独一两个病人 看到的情况 我们在过去 我们的研究团队研究当中 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这个是用了一个 比较长时间 那个水访的分析 这个是五年的一个分析 我们看到 就是如果 我们看到有 四指引蔷卫层变薄 的现象的时候 这些病人 就是的概率 有这个 大概是有 超过三倍的情况 他都会出现 有这个 吸液会继续的破坏 这个是likely 就是刚才我们用GPA 来做分析的 一个评估的标准 就是很大机会 他的视野是有 二跨 如果他有 这个四年蔷卫层 继续的变薄 他就有多于 3.16倍的机会 他之后 有这个视野 的变化的情况 如果是GCI票 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他有 积蓄的GCI票变薄 他也有高于 三倍的机会 他之后 有视野 恶化的情况 这个也是likely Vitual Progression 的现象 如果我们看 这个GCI票的变薄 跟RNFL变薄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统计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GCI票 继续的变薄 他之后出现 这个四年蔷卫层 RNFL变薄的机会 是高于五倍 相反 我们看到RNFL 四年蔷卫层 继续变薄的时候 他有大概三倍的机会 他之后会出现 在黄班区 GCI票继续变薄 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的model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需要做这个黄班 GCI票的分析 我们也要看 这个四语头 RNFL的分析 因为他们 是mutually predictive 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 变车的变化 他很大很大的机会 他另外的一个结构 都会在未来 有变化 最重要的这个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有 GCI票的继续变化 和 或化解 这个四年蔷卫层 继续变化 随便有一个 的这个变化的时候 他将来 有吸引 恶化的机会 也是高 好几倍的 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为什么 要将炎压 就是因为我们要减少 他吸引 继续变化的风险 我们通常来 去判断 什么时候需要 这些炸压水 需要什么时候 做冬手术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用 二十一 啊 掩压 来做一个评估 这个二十一的概念 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从这个 EMGT来的 就是Early Manifest Glocoma Trial 出来的 这个标准 在这个研究当中 EMGT这个研究当中 他们发现啊 如果他的炎压 是大于二十一的时候 这些冰原 就会有高于 百分之七十七 的这个风险 他的视野 会有变化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 降炎压 就是我们要减少 这个视野 继续的 要恶化的风险 但是呢 大家可以留意哈 如果你是有 病人是有 继续的 视野相位层的 编薄 继续有 这个 GCI票 编薄的时候 他是 概率 不是77% 不是百分之七十七 如果他有 RNFL 继续的编薄 他的概率 是三百六十六个 巴仙 继续差的 这个是RNFL 尤其是GCI票 是三百四十八 个百分之七 所以呢 你看到 这个视野相位层 GCI票 继续编薄的时候 其实 这些病人 虽然很高的风险 会变坏的 相对于 他 眼压 是大于二十一 他变坏的 这个 概率 你可以看看 看到 视野相位层 看到 GCI票 继续变坏的 这个风险 其实很高很多 所以大家要 要千万的 要注意这个概念 最后 有三个例子 跟大家分享 这个例子呢 就是 我在一起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 去做 视野相位层 的分析 第一个图 就是这个 厚度图 你也看到 从09年 到15年 在厚度图当中 我们其实很难看到 有没有这个黄色 变成蓝色 红色变成黄色 的情况 但是在偏差图 我们可以看到 多一年 比方说 这个偏差图 在09年 看到红色的地方 是在这里 在15年 红色的地方 就变大了 就是代表 它四十斤 变薄的地方 变多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一个 统计的分析 我们需要通过 这个视野相位层的 口度图 这个统计的分析 黄色就出现 第一次的变化 红色就连续 两次的变化 在这个情况 就可以很清楚 知道它在下方 有这个视野相位层 继续变化的现象 另外一个重点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13年 出现有新纤维层 继续的变薄 但是呢 在西野 possible progression 出现在15年 likely progression 出现在15年7月 possible 3月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13年 15年 还有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变化呢 是一个比较长的期间 差不多是两年的期间 所以这个变化 为什么我们需要用OCT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可以predict 它可以you 它可以估计将来 有几大机会 它有视野 会有变化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虽然它是比较客观 也比较变异性 比视野回低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好处 这个是第二个例子 问问大家一些问题 大家看这个西神经 这个是青光炎吗 Question No.3 Please 大家可以做一个判断 在临床上 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觉得它是青光炎吗 好我们看答案 就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有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盆源是有一点变窄 特别是下方的情况 但是呢可能因为它的四盘也比较大 它的背盆比当然是比较高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太准确的 去做一个5G 评估 这个其实是一个属于高度近视眼镜的 这个西神经 高度近视眼镜的西神经 特别难评估的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OCT来做评估 Question No.4 我们可以看看 如果这个是OCT 你看到的话 这个亏你觉得是比较 convincing 比较可信 是一个看到是一个青光炎的变化吗 好我们看答案 大部分人大家都觉得有了 就有一个朋友觉得还是没有 只是呢在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好清楚 在这个高度图它是形象蓝色的 代表它的四人蔷卫层是比较薄 在偏差图有一个相对的这个改变 这个偏差图形象红色 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四人蔷卫层的变薄 盆源变窄 所以这个是有青光炎 但是呢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继续变化 继续恶化的净证据 Question No.5 看看大家就是听完这个lecture之后 看看这个数据 你有觉得它有变化吗 好我们看答案 大部分人觉得有小部分人觉得没有 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刚才说第一行这个是高度图 这是厚度图 所以这个是有薄的情况是很明显 因为它不是红色是男色 在这个偏差图形象红色的地方就是它比经常是小于经常人的数据 所以这个是红色 第二次出现变化的时候它会出现红色 所以这个是绝对有继续变化变薄 红色的情况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视野它也呈现这个可能有退化 因为你可以看到最小它有三个半时性的三角层出现 所以这些眼睛这个眼睛是要退化的 在这个处理性功能当中 如果这个病人它的眼压一小于20 但是它有证据是继续变化的时候 它就代表它的眼压还需要再加强控制 我们一定要清楚 它眼压故意高于20亿 当然是属于比较高风险一点 但是也不代表它小于20亿 就绝对安全绝对稳定 我们一定要诊断情况下之后 有一个很规律的水访 帮我们去判断情况下有没有恶化 在结构上在功能上如果有恶化的时候 就代表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个加强掩压控制 来减小它有继续破坏的风险 好那么我们再看最后的一个案例 很多时候呢在青光源的晚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照做视野 你也可以看到是全黑可能很难去靠眼镜 看到有没有变化的 但是在这个VFI的Train Analysis 在这个VFI这个视野这个参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它是有继续的破坏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视野指标是变得挺快的 在这个变化率就是有4.1% 每一年低4.1% 而且它的概率是非常重要 是非常这个小于0.1% 这个视野分析 在OCT当中刚才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食言纤红层的分析 也要做这个GCIPL的分析 这个案例就可以说明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视神经纤红层 它没有继续变爆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GCIPL的变化图 你就可以看到在中间的位置 有继续变爆的现象 青光年比较晚期的时候 它损爽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在往半区 所以呢在GCIPL的变化 可能就会比食言纤红层 在这个四语头附近的变化 会比较容易能够测得到 好最后总结一下 今天的webinar所说的 就是如何监测青光年的变化 我们要通过结构性的评估 结构性我们需要用OCT 这个现在是成为我们的标准的 用OCT的时候我们需要叫的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叫这个黄班 也需要叫四语头旁区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去有效的去评估 新一代的OCT呢很多时候都提供我们叫这个 YFUYFUYFU就是它一个扫描就可以去覆盖 四语头的位置 跟这个GCI票在这个黄班的位置 这黄班跟四语头附近的位置 都可以在同一个上标去看出来 我们功能的评估 我们通常来说就是用视野检测 视野检测我们通常会 测重于24度 但是在晚期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会看的 是的地方可能会比较测重于在黄班 就是中间的10度的位置 这个是我们通常用的方案 当然现在没有固定的标准 每个人大部分变化都不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有 24度跟10度的资料以词来分析 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教育病人上 我们很难去教病人同一期间 做两种补养的视野 因为很费齐也很费劲 所以通常我们现在的标准是 24度的视野检测 但是有些晚期轻光源的病人 全黑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是只终于 看它中间的10度 我们多久去做一些检测 我建议大家每4个月 有时候可能也有些地方 不能够做到每4个月做个检测 但是高风险的病人容易变化 容易变坏的病人 比如说眼睛高 比较晚期的病人 我们建议会做得密一点 每两个月三个月 缓定的病人可能做得比较没有那么频繁 可能半年一年也可以 那么我们最后的一个take home message 大家要记得我们去做评估 轻光源有没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通过统计上的分析 我们不能够单单用眼睛 在机器上 在OCD的机器上 在这个视野的机器上 他们有他们的提供的元件 在分析大家一定要用这些分析的工具 好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我可以就是有一些提问 大家可以在Q&A当中去打一些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 就是我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回答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好 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 可以在这个question and answer 就是问题的按这个平台上 大家可以去提问 刚才说这个轻光源的监测当中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结构 通过功能去评估 很多时候在我们临床当中 也是我知道一个困难 因为病人来 你给他擦眼压 看眼底 看视语头之后 你也教他做视野 也要教他做这个OCT 很多时候都很难 就是在同一时间做那么多东西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医生们 他的门诊是非常繁忙的 但是呢 其实做这些检查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临床的决定 你看病人 就是要看看 有些病人 有没有需要加强这个治疗 我们如果没有这些水防的功能 跟结构的评估 这是很难去帮我们做一个很准确的 临床的判断 很多时候青光源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病人变坏 我们漏掉 我们不知道 青光源它变得很慢 如果我们不做好这个工作 不把关把得好 那么呢 可能我们很多 我们教过的病人 他的视力 他的视野会继续的破坏 我们之后就不知道了 所以很鼓励大家去多 如果是诊断青光源之后 我们要多做检查 去看病人的功能 OCT 视野 去看清楚 他有没有继续变化的情况 来去好好的 把我们的病人眼睛 他的视力照顾好 我们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市场上 青光源追踪OCT内反最好 其实OCT平台 其实现在很多缺失 有菜市的 有海的宝的 有特普康的 刚才我也有做过一个的介绍 我们虽然来说 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其实不同的平台 我也有用 在第一章slide 大家可以看到 我跟不同的OCT的公司 也有很多的研究的合作 这个是要做一个 先要说清楚 我有这个关系 我个人来讲 在临床应用上 现在最成熟的平台 是菜市平台 因为刚才说的GPA 都是在菜市的OCT 跟菜市的视野去可以找到 特普康它也有一些简单的分析的工具 但是如果是要做一个很比较完整 就是刚才你看到在GCIPL 黄斑的分析 RNFL在西语头旁的分析 现在来说就可能 这个菜市的平台的应用是比较多 而且呢 如果你看文献 在医疗文献上 这个菜市所讲它的GPA的功能 说GPA的应用 也比其他的公司也比较多的 在这个视野当中 其实也有不同的平台 其实菜市也是个主要的平台 另外Octopus也有用 但是它是在欧洲都用的比较多 但是在亚洲跟美加的地方当中 都是用菜市的Visual View比较大 所以好像就是菜市在过去 它比较投放多机缘 去研发OCT在青光眼上的应用 其他的公司它都有它的好处不好处 但是刚才跟我说的就是 如果它的成熟情度 它的应用情度 它用上的方便的情度 菜市的平台就会比较是理想一点 好 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如果是这样 就谢谢大家晚上去听这个讲座 祝大家晚安 再见